我們今天的附魔弩 本來大威德金剛的附魔弩 應該要用黑色的 共品大部分都是黑色跟藍色 黑色跟藍色最重要 我一看還是放了吉祥物 放的東西大部分都是沒有祥福的 沒有祥福作用的 大部分還是叫大家 可能吧 我們這個大威德金剛明王 他是叫大家 征福、征壽 還有這個增加支費 增加福費祭祖 沒有再做降福的作用 降福的作用是怎麼樣子 你找一片大片的事業 有尖型的事業 有尖的 三角形的事業最好 幾個三角形的 楓葉也是尖的吧 把它洗乾淨 那個葉子最好不要防的 也不要枯萎 然後做降福法 是把對方的敵人的名字寫在書頁上面 在上面再塗一層老鼠藥 老鼠藥是什麼 毒藥嘛 是毒藥的東西 吃了會死 塗上一層老鼠藥給它燒 這是降福法裡面有教的 我不是叫大家做降福法 去降福某一個人 不是這個意思 師尊這個心存善念 我不會做降福法 我只是知道方法但是沒有做 從來也不會去降福某一個人 不會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